一輛機車高速行駛而來 不過下一秒 再看一次這個驚險瞬間 機車騎士似乎刹車不及 直接撞進一旁的店家騎樓 而衝擊力道過猛 導致他整個人噴飛 重摔在地 不過會造成這個意外 全部都是機車輪胎惹的貨 一名網友在臉書上發文 自己的朋友因為機車胎文沒了 懶得更換 在停紅燈的時候 刹車卻連人帶車滑了出去 場面相當驚險 機車胎文太前會影響摩擦力 與抓地力也容易爆胎 而政府也從2016年開始 就規定機車需定期檢查胎文 深度不得少於0.8毫米 若是不合規定 一個月內也沒有改善 則是會被調扣牌照 並開罰900到1800元 我們肉眼一開就知道 這個已經不合規定了 胎文較深的車輪 若是在比較滑的地面上 行駛不容易打滑 不過一旁的舊輪胎 已遇到水 則是完全沒有抓地力 相當危險 民眾若是為了省錢 不定期更換輪胎 那麼就有可能和這位民眾一樣 差點賠上自己的性命 記得和孟前蘇玉歡新竹報導